上回咱们讲到了龙美尔与两枚功勋勋章失之交臂的故事 这回他带领着部队来到了意大利整个山地防御体系的中间部分 龙格诺恩镇 在龙美尔的部队和龙格诺恩镇之间 只隔着一条名叫皮尔福河的河流时 意大利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于是义军一边猛烈的向河对岸扫射 一边迅速的炸毁了皮尔福河顶上唯一的一座桥梁 此时的龙美尔并没有蛮盖 而是举起了望远镜 仔细的观察着河对岸义军的动向 在望远镜中他看到了大批的义军正在向南窥头 整个城镇都被慌乱的异军挤得水泄不通 看到了这个场景之后 龙美尔是当机立断 带领着一个连加一个机枪牌的士兵 迅速的赶往了皮尔福河的下游 并在那顺利的过了河 然后他们在离龙格诺恩镇南端不远的岸边上 迅速的构筑起了阵地 设好了埋伏圈 这个小小的埋伏圈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先后解除了八百多名异军的武装 夜幕降临后 龙美尔带着一小部分人冲进了龙格诺恩镇 当时这个镇里一共驻守着一万多名意大利士兵 而龙美尔的部队算上他自己一共只有25个人 异军一看好家伙 小匹夫你胆子不小啊 龙美尔一看这势头部队 赶紧下令撤退 但为时已晚 他的所有手下全部被俘 只有他自己掏出了虎口 很快 龙美尔和前来接应的先遣队 后续部队重新会合了 深夜时 斯普诺赛带着整个营也赶了过来 而且这个营的后边还跟着一个奥地利师的援军 龙美尔一看嘛 这回妥了 那兵力充弩了 等天亮 咱就发起总共 说到这儿啊 有朋友又要笑话老关 说老关你这红口白牙 你是真干白乎呀 一战时期 欧洲主要国家一个是也就一万多人 人家意大利是防守方 人家也有一万多人 你跟人家差不多一比一的比例 他龙美尔那就敢攻城 哎嗨 您还别说 他龙美尔还真就敢 虽说他跟咱们李文龙前辈有差距 有一个是他没敢打太远 但起码平安县城 他是绝对敢朝冷 更何况现在只有一个区区的小镇了 好了 闲言少叙 咱们书归正传 话说呀 就在第二天一早 龙美尔带领着先遣队是饱餐战犯 出发不久 就和昨晚被俘的舒菲尔中尉来了个对头看 舒菲尔啊 带来了一个喜讯 就是意大利司令部已经签署了投降令 龙格诺恩镇周围整整一个师的意大利部队 已经全部投降了 龙美尔缴获的一身羊马子的意大利炮 这也没用上战争就莫名其妙的终止了 整个卡波雷托战役也就算彻底结束了 德军的胜利使得意大利的总参谋长卡多尔纳被撤职 同时协约国吸取了这次战役失败的教训 成立了联合指挥部 就是最高军事委员会 以协调协约国的军事行动 进入1918年后 协约国协调一致 发起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大反攻 再加上美国的参战 让德国瞬间就有点招架不过来了 德军在众人的围攻之下 只好选择了在1918年11月11日投降 并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 这场历时四年零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式宣告结束 德国投降的时候啊 罗美尔已经不在前线了 龙哥诺恩镇战斗成为了 他在一战中最后的一次战斗 在这场战斗结束后的一个月的时候啊 德皇威廉二世授予了罗美尔 他渴望已久的礼物 至高无上的功勋勋章 嘉奖令上还说 这是对罗美尔突破科罗夫拉防线 攻克蒙特山 并占领龙哥诺恩镇的奖赏 那罗美尔对获得这枚实在是来之不易的奖章 是惊喜无比啊 这是一种镶金的灰蓝色的 发廊指地的十字勋章 他闪动着耀眼夺目的光彩 记在一根银灰色的兽带上 在德国但凡获得过这种勋章的人 几乎都是显耀一时的英雄人物 如今罗美尔终于是如愿以偿了 于是啊 他恭恭敬敬的把他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从那以后啊 罗美尔几乎是从来没有把这枚勋章摘下来过 1918年1月7日 罗美尔奉命离营休养 不久他被派往第64集团军司令部担任参谋 但罗美尔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 他还是希望能够到战场上进行真刀真枪的拼杀呀 可是上级部门却偏偏把他调到了司令部工作 他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 眼睁睁的看着德国成为了战败国 看着威廉二世被赶下了皇帝的宝座呀 1919年6月28日 各战胜国齐聚一堂 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了对德合约 即凡尔赛合约 这个合约先从德国的领土下手 划定了战后德国的疆界 此外 德国所有的殖民地都由英法日等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 协约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赔款委员会 要求德国在1921年5月1日之前先赔付200亿金法郎 大概相当于50亿美元吧 德国本来搅着自己行了 想要争夺欧洲霸主的地位 可现在偷积不成18米 自己反倒被协约国给撕咬的是708岁 随后德国国内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11月革命 但革命的成果最终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篡夺 他们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魏马共和国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 罗美尔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家族的背景 被迫离开了他本来就讨厌的参谋军官的职位 又回到了步兵团 重新当起了连级的指挥官 可此时的罗美尔心里很明白 协约国让德国大幅削减军队的要求已经提出了 魏马政府正在考虑这些要求 他下一步将是何去何从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1919年7月9日 魏马共和国国民议会最终不得不批准了凡尔赛合约 紧接下来 德国军人大批的被遣送回家了 全国的军官只保留了4000名 但值得庆幸的是 罗美尔的名字被保留在了这个大名单之内 得到消息后的罗美尔重新振奋了起来 并很快就投入到了镇压无产阶级的行动中 1922年春天 他参加了镇压蒙斯特兰和威斯法尼亚起义的行动 1922年10月1日 罗美尔被调往斯图加特的第13步兵团 在那里他还是继续当连长 在罗美尔待在斯图加特的9年时间里 德国政坛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后来把欧洲乃至世界 脚合在天翻地覆的法西斯狂热分子希特勒 正在大踏步的走上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TS图加特兰在此 havia继续当出国家的遥备